9月18号于正突然发了一条长微博 揭秘娱乐圈各种套路引起了很多网友围观 于正说娱乐圈的套路就是演员红了找黑料 没有黑料就找过往经历 还没有就抠字眼 之所以要黑心爆红的演员 要么是营销号收了对加钱或者故意黑骗公关费 要么是对手为了争夺资源故意抹黑 要么是投资商因为巨媒热度而博取关注度 要么是同类演员的假抢敌 于正还专门配了一张阴机长空的图片 意思是扛过去了站在更高处你就能狠狠打脸 还以颜色扛不过去就是优胜劣汰 与人无忧 他认为只有红才会经历被黑 这一关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去 除此之外于正还声援了娱乐圈的女演员 男演员有庞大的粉丝保护伞 女演员没有出了心态好不为所动没有办法 曼格拉新闻用实力说话的演员才经得起考验呀 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